好 这期消息来关心的是 在新北市有一个印尼籍的女佣 在上班才两天的时间 竟然呢就偷了雇主将近70万元的财物 而最恶意的是 还把这雇主才两个月大的女婴呢 放在家里头 带着这些珠宝啊 首饰就落跑了 最新情况赶快连线给记者周虞如 告诉大家 虞如 这直播从画面上 我可以看到一个身材 瘦脚的女子背了一个大包包 手上还拿着笔电鬼鬼祟祟 看起来非常醒目 会这么小心翼翼 是因为他刚刚偷完东西逃出来 所以他很害怕 其实事情是发生在这个月7号 这名印雍透过吴赵的仲介 介绍到卢州一名赵姓雍 赵姓的雇主家帮雍 而赵姓父亲因为工作忙碌 没有空照顾两个月大的女儿 托这名叫做莎莎的女佣照顾 没死到他才工作两天 竟然就趁着雇主不在家 收刮家中将近70万元的财物 其中包括了珠宝手饰跟笔记型电脑 这时候之后就逃离 那个帮雍的家中 然后把只有两个月大的女婴 独自留在沙发上 幸好赵姓夫妇在半个小时后 回到家 否则后果会不堪设想 而雇主还记得出门前 还提醒帮雍 要好好照顾小孩 没想到一回家就看到这种景象 他真是又生气又心疼 也赶快报警 要追究这个不把仲介的责任 以上是现场清新 先将镜头交往给棚内主播 好上工两天就偷了雇主70万元 目前这个女佣已经被逮捕了